挺亮啊 这皮鞋啊 一尘布了 克大哥说 这双皮鞋已经穿了一年多了 但让它保养的跟新的一样 大哥表示啊 无论是穿的还是用的 尽量都让它保持得干净整洁 就连家里的脱布头 每次用完都得用洗衣机清洗一遍 哎呀 跳板跳板 这得说一下 一天得洗一遍 你脱布头都整这么砍价 你看 这那些新买的似的 没用过似的 你这都用多久了 这个用能有一个多月 只管感觉你瞅着我 自己瞅我都舒服 实际上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不是说给别人看 我这毛巾都是三天两天就洗一遍 因为那毛巾你下午前天都热 它擦汗呢 它就有一味 所以你不能放时间太长 三天两天洗一遍 你说那毛巾脸上如果擦汗啥 有一味的你一擦脸的时候 那味道不全你吸进去了 那都难活了 哥们儿 大哥 咱单身多久了呀 单身三十多年了 一直这样吗 一直就这样 你这有点像一个女人的家呀 你看长得啥都绿绿正正的 那我这朋友上午来做合作说 你太干净了 你这么洁癖呀 我说跟那个不靠边啊 别跟我往那上歪 我说我就是干净利索 你就是为了别人进来看挺舒服的 不是 我自己进屋开个门 我进屋从哪儿哪儿我都舒服 从哪儿都舒服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自己瞅得舒服 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单身呢 我看长得不舒服 贺大哥说 生活在干净的环境里 他这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大哥表示 他七岁 母亲就因病去世 所以小时候自立能力就特别强 洗衣做饭这些活对他来说 都不在话下 甚至后来结婚了 家里的活也都由他来承担 衣服我洗 他连洗都不洗 饭他也不做 穿饭碗都不爽 床里有个洗衣盆这么大的 衣服脏了 换下来就往里一愣 我那老婆家伙子那脾气老大了 扔到盆里以后 床单一脚 这盆就撩到床里 等我要洗衣服的时候 周日我得爬着爬着 钻床底把这盆够出来 就周日你大概就洗了这一周的衣服 我几乎周周就是这么生活 贺大哥说 结婚以来 虽然洗衣做饭伺候孩子都是他的活 但他也认劳认怨 那时候他在吉林西站 负责检查货物票据 收入也挺可观 本以为日子可以越过越好 可就在贺大哥和妻子结婚的第五年 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 他在外边 我娘和表妹跟他在一起工作 我娘和表妹给我打窗户 说小贺 发假 单位那个电工 给我扫 他俩总来往 下班也拽着不让他走 要请他看电影什么的 你说这么让他俩搭搭 还不得出事吗 你看你赶快管一管吧 你证实了吗 还是不够 你让我给他堵 他俩都可以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都给堵到屋里头了 还用证实啥呀 我可以得堵到床上是现实啊 我九点钟到时候呢 外头下的小月 我一直到十二点他都不过开门 他屋里有人他不敢过开 我这在外头那么掏心肺腑的跟那老 我说老婆 无论如何 你不应该做出那些越轨的事 我说我对你挺好的嘛 咱俩感情不也可以吗 我说再说还有孩子呢 你非得把事做得那么绝 我一脚就给闷踹开 我说家那个哪里就在那床 看眼底下那家蹲了 当时我就跟他把话挑明了 我说你要是这样事的话 那咱俩没有办法 我只能就离婚了 贺大哥说 他们离婚时儿子才四岁 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贺大哥辞去了吉林西站的工作 自己掌勺开了八年的饭店 如今儿子这边早已成家立业了 贺大哥这身边就缺个提己人了 说到找老伴 贺大哥这边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我这一盆是给未来老婆买的 我不是这样价我都没价 花了多少钱 三百 重新组建家庭了嘛 没有感情基础 不得沟通吗 不得高心相处吗 我天天晚饭后我给他泡个酒 你还要给女人洗脚啊 老婆你坐这沙发呢 厨房不用你管 我给你洗点茶 你坐这先品品茶 你品茶这个时间 我在厨房刷碗刷牌的 收拾完了我就给你水给你烧 我就给你把水给你端点 您就在住在这里 老婆来你洗脚 我就这样似的 这个模式 我把袜给他脱了 来老婆你泡个脚 那个暖暖的 这东北的天气太冷了 哎呀 因为我准备要找人了 我心里讲 不管我未来的老婆是哪一位 但现在这个先气的工作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做了 我在做了 你看看 这相亲准备洗脚盆 咱赫大哥还真是第一人呢 赫大哥说了 对老伴好 可不能光口头说说 他得付出行动 他想通过给未来老伴洗脚 让对方感受到爱意和温暖 如今这洗脚盆也买了 那这赫大哥 到底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我178的最好 这是165的 160的也可以 集中多少我没有限制 胖一点的不显得酷得吗 但就是说 现在如果哪个女人 想跟我俩出的话 这个经济这个事 必须得谈明 谈特别明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多少 我不介意 我也不问开多少钱 就你的工资 我的工资 咱俩的工资 能不能放到一起 这就是咱俩的 日常生活的开销 因为咱俩重新组建个家庭 男人有男人责任 女人你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你也有你的责任 那这是放在谁那儿呢 放在谁那儿都可以 放在他那儿我也没意见 可以啊 了解了贺大哥的择偶标准 童娘联系了 同样家住极敌 性格开朗的陈欣 陈大姐 嗨 嗨 嗨 陈欣 陈大姐 嗨 这七楼爬上太不容易了 太辛苦了 陈欣 59岁 李懿 集化集团环境监测退休 退休金3800元 家住吉林 住房面积90平米 你平时喜欢喝高兴红酒啊 大姐 喝点 高兴就喝了 就是少量 少量 你看看 那么多红酒 葡萄酒 朋友来了 随意有啥过生日 我就带两瓶过去 这刚来到陈大姐家 红娘就发现 她家里摆着一排红酒 陈大姐说 她白酒啤酒也都能喝点 但喝啤酒发胖 喝白酒度数又太高 相对来说 平时喝点葡萄酒 还可以软化血管 平时除了聚聚会 陈大姐大多数时间 都愿来练习唱歌跳舞 跳舞 唱歌 啥时候开始的啊 从今年 啥月份以后 是天天去吗 不得 一个礼拜去 三次 跟手机里 我们 唱歌团 跳舞团 晚上就跟手机里 一杯心里 不唱 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 我对我不敢数莫思念 你是过境界 长海上天 你不是当初的少年 我永远很爱你 陈大姐说 她这几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并没有发挥出 她平时的唱歌水准 陈大姐表示啊 她在极化研究院上班时 她就爱好唱歌跳舞 每次单位开年会时啊 她都会表演节目 我一看这屁肩增量 就别擦了 我那麻不得了 全带鞋油的 啊 这总用总用的 还快找小花宝 不行啊 我这走哪儿的 必须对 这风衣挺紧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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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欢迎 陈大姐 你闯一会 陈大姐 贺日常贺大哥 贺日常贺大哥 贺日常贺路的 贺日常贺的 贺日常贺的 老话叫 老客叫 黄女贺的 这咋的手都不过了 第一次贺 现在这疫情就免了 演员个疼吧 还行 还行 还能过了这演员的过 来就一过 也不像大姐那屋看 不过这个东西 家的东西才假 可不就你住别墅 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你的物质基础 疼的 对吗 不用等于那么太熟 我的产品 我的观点 我不理 我是看好 你这个人如何 你的住职财富 跟我一点 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他说一点 其实我比较赞同 他的房子什么大小 和我也没关系 其实我的房子大小 和他也没关系 这俩人刚一见面 演员这关算是过了 红娘想着 让贺大哥看看陈大姐的家 多了解了解大姐 可贺大哥认为对方的居住环境 他毫不在意 主要还是得看陈大姐这个人 而陈大姐对贺大哥的观点 也十分认同 达成了共识 贺大哥更是开门见山 提出了自己在意的问题 如果有缘地找到一起的话 我希望咱们俩人的收入 放到一起 这就是咱俩的生活费 你知道吗 两人要想在一起 你就别长心眼 谁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这钱就是我俩共同在这 在机前这旁边 大哥的意思就是 两个人的钱放在一嘴花 是吧 那这钱放在谁呢 无所谓 无所谓 我这真是无所谓 我的公主说 咱就你就照这些钱花 如果去世 你说你能天 我姓贺 老贺 你这买菜没钱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三千号再求点 不是问题 他就开三千了 他就开两千多 也够吃够喝的 有钱就多花 少就少花 剩个钱就理由 没钱了就赶忙 你看看 两人在今后金钱分配的问题上 又一次达成了一致 贺大哥又提出了 自己挣多少就花了 花多少的消费官 那陈大姐这边又是咋看的呢 我的观点是 我不求我这三千六万 你给我眨也多少 哪怕一个月花 一个月光也可以 咱们到月还有工资 有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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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资行 你要先的口手机 你扫一下 你看那边有余人 有24块钱 好 不是这马上就9天就开始了 有钱就花 他为钱放银行里数字 哥家里不花纸片呢 你不能为钱服务 得让钱为你服务 该话就花 我也得光处 我也得光处 他也说他也是月光处 到这个年龄了 咱有这种退休待 生活就有保障了 说没有那么多忧虑 好的什么玩意 省点花 那卡里头得留点余额 花呗 够花就行呗 我俩有些观点 还比较同 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 也那个赞成 正如陈大杰所说的 俩人好多观点和想法 都是一致的 红鸟觉得 这俩人还真挺合拍 就在这时 陈大杰也主动提出了 自己的顾虑 我跟你说 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人嘛是不错 但我缺点就是不会做饭 大鱼饭淘不淘 放上水 给营店你不会啊 没有会 这就完了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没事 这个就是太皮毛的事 那我这都不是问题 相当满意 做饭 那我原先网名叫吃货 这贺大哥会做饭这点 让陈大姐十分满意 这一个之前 当过厨师会做饭 一个不会做饭 但爱吃 目前看来 俩人都挺投缘的 那通过接触 俩人对彼此是啥想法呢 挺好 其实有些观点 我俩你不是发现 有些东西 挺稳和的 挺合乎标准的 比如说没有复杂呢 就是像我以前想的 没有复杂过日 对我好一些 那你现在对大姐 总体看来是咋样 印象还可以 可以往前处 我耽误过现在 我看不出来怎么热情 是不是我这方面的条件 她也不是 也不是很满意 刚才通过跟大哥 唠壳 大哥说你对 她不热乎 不热乎 姐 她也对大哥不用了 姐 她也挺高了 都得妆感矜持点啊 女人哪有都三个儿子的 女人得矜持点 然后大哥这边 原来你的情感层面在这个点上 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出了 其实除非你不定 你慢慢感觉我呗 你要感觉我还是不热乎 那你就撤 你要是感觉我热乎 那就继续OK 热乎 我体会体会 你看你这个热不热情 你看我手脸冷 手脸 她也手凉 你看像我刚才说 你一点都不热情 你想啊 你手都是凉呗 没儿童呢 好了 以后你这个手的这个 这体温的事我负责了 我一定要让你手这样 先说手上让你短 从脚上让你短 逐渐逐渐让你暖心 从脚上让你短 大哥买的一个洗脚牌 那是不知道谁 给谁准备的 谁是我老婆就给谁准备的 对 就单纯大哥说这些 心里是不是给你 碰碰碰的嘴角 哈哈哈哈 搞搞眼神躲不掉 现在我感觉这么好的 没有 我作为女人来压 这会儿来 作为老婆这个身份 我没想到这种高度 我这绝对是男人家庭的顶配 通过了解 两人都想进一步相处 贺大哥也主动邀请陈大姐 一起去他家坐坐 可陈大姐这边接了个电话 今天有急事要办 所以他们约好明天再见 第二天一早 贺大哥在家早已准备好了食材 打算让陈大姐尝尝他的厨艺 贺大哥这一大桌子菜 真是满满的诚意呀 看来今天这陈大姐是有口福了 红娘也来到了陈大姐家 去接了大姐 陈大姐说 今儿个上大哥家是个喜事 准备带她的红酒庆祝庆祝 我们两个好身身装 行 还特意换身衣服 那开酒瓶呢 进一瓶 让姐拿了 行 紧张吗 不紧张 陈大姐这边准备了香醇的红酒 贺大哥这边准备了丰盛的佳肴 闻着香味儿了 闻着香味儿了 对 确实很香 不会这屋 不会这屋 嗨 你啊 大厨啊 欢迎你 不客气 来 先握上 这什么都安排上了 热不热情先从菜饼开始 行 一会正好大姐饿了 热不热情先从握手开始 带两瓶好似成双吗 看来贺大哥做的饭菜 很合陈大姐的口味 可就在这时 贺大哥这边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想要问问陈大姐的想法 我的观点就是咱俩人既然能有演员了 咱们同样也出了 考虑到要走入婚姻殿堂了 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了 那咱俩我的观点就是这个证必须得 必须得办了 这个也是我的原则性东西 你是过日子 你不是搭伙 你也不是找保姆 你我也不是找厨师 互相之间给一个彼此的一个安全感 对 哪天你走过我不给你做饭了 谁给我做饭了 我是跑不了 观点我这腿脚现在一天皮 一天岁头大 我是跑不哪去 谁都不是 我是跑不哪去 两人都觉得 这要是相处融洽了 这结婚证是必须得领的 两人也再次达成了共识 可在贺大哥这边 这心里一直惦记的事 还没做完呢 显面显面 成了就是老婆了 这就是给你专门配的 顶配 你看还有洗脚粉是吧 里面 脏糊 还有洗脚粉 盆给它端了 洗脚水端了不算 一条腿跪着 来 喜欢你把脚伸过来 这可是电台要播的 不是 全国观众十几个人都能看得到 那个老婆 水温是不是有点低了 没啥东西啊你家的里头 刚装一碗子 今天我一会儿装的 两个是 这个窗户 那是重新换的 换的窗户 对 原来是漏风 然后这也是 这都新咋的 你这还有那个塌塌米 电子炕 门啥都换的 原来换低热 厕所厨房 都整到这样的 都整到阳台里了 哎呀 这一圆是厕所新装的 然后这个厨房 对 原来厕所在这块 原来你这屋不是低热吗 不是暖气 暖气啊 暖气不热 我这平常时间才16度 那你这个是大桌子 对啊花多少钱 花了五万 花了五万 你这个大桌 你现在纽约退休均的 四千七 你之前是在哪块工作的 水电工作里面 赵大哥今年五月份 给家里做的大装修 大哥说啊 之前因为房子挺旧 一直也没太好意思找老伴 大哥的老伴去世七年了 之所以这些年都是自己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七年 大哥一直都跟儿子住 她是夏宫女 她现在是就当那妓妇儿了 她那房子现在在外面桥上 她那也没收拾 所以现在在我这住 她也有自己的房子 对对对 她跟你猪总是这样的呀 这是 这是从13年到现在 可是夏宾侠 就是跟你这种 你儿子他有自己资金啥呢 因为他爱人不能生女 他不牵住女儿吗 不能生女儿 然后离婚了 儿子离婚以后 就搬过来跟大哥一起住了 赵大哥说啊 自打儿子住进家里后 大哥就发现 原本喜欢喝酒的儿子 竟是更变本加厉 甚至最后因为喝酒务事 把工作都丢了 当天理的嘛 因为好喝酒嘛 跟民工 上喝两喝就把人家 行的啥都给尿了 打回来不给安眠 不给安眠就轮到了四年嘛 这我一看不行啊 四五年他不干活 你这咋人呢 又没工资 生活就是花我钱嘛 我不能吃不能喝 我给他做饭吃 就看他人挺逼远的 赵大哥说 父子之间不应该生分 儿子靠自己生活也没啥 但是看孩子停职在家四五年 大哥觉得 儿子一直消沉下去 是个问题 我就找处理啊 找处理干嘛 他必须是处理子宫啊 现在都变得年轻了 我们老家伙都退休了 再整了 你再不上班的话 都现在都变年轻了 逐渐逐渐 这单位老天家换 换来换去 做个百工作会没呢 你咋着呢 你老不干活 你都好歹了 大哥以前跟儿子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看儿子现在的情况 大哥思前想后 做出一个决定 已经退休十年的赵大哥 硬着头皮 求着自己的老同事 希望帮儿子恢复工作 这两年我跑了多少趟了 人家乱练习 那咋的 我说那爷得受的 你老儿子你没办法 说啥话你都得听了 人家说呢 那咋的 是呀 你儿子你资格不管 这二年就去了几十万 哎呀六七天吧 去一趟 去那块那么去 跟人说了给儿子找 我们做啥的 儿子没说 就是自己也跟你一块去啊 他也不去的 他能靠我就靠 不能靠我的眼就那么厉害了 你说成天他当日不专门 不爱就成天厂专 不高兴啊 那他之前 葵正花待的那四五年 大美之后就给他去工作找 人家找我 我开始他叫他自个去找 自个不去找去 我没有了 谁儿子说你咋的 嗯 在赵大哥的一再努力下 儿子终于回到了单位上班了 或许儿子的心里也知道大哥的不容易 现在下定决心不喝酒 以后也要好好工作 已经说了 这会决定了 不喝了 我身体好好干 因为他现在下工地吧 一月能挣多钱 能挣五六千 一年多 这不能对我的媳妇吗 你不攒钱 你白说啊 哪那事你不给你钱呢 攒钱儿子好说不起话 然后你再攒点 把你的房子收拾 你就赶紧出去过去吧 你自个儿挣钱嘛 你还值得我 我帮你啊 那是不可能的 赵大哥说 跟儿子生活的这些年 自己没少操心 现在想迈出这一步啊 再找个老伴的话 就不想再有儿女方面的负担了 经常呢 有老宝儿呢 他那边能有后护自由啊 嗯 哪方面的后护自由呢 就是子女方面吧 我就怕啥呢 我的子女他不来找我 嗯 你的子女经常来找我 我受不了啊 就是 但是 你就被自己的经理找到 已经找害怕了 对 就怕啥呢 就怕你 你还没结婚呢 今天来了 明天来了 你说你们咋子 赵大哥的情况 让红娘想到了 同样家住长春 性格相仿的李长生李大姐 李大姐跟赵大哥一样 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还是我在电视看着李 李长生大姐吗 你好 你好 你这头发呢 这色呢 我就是白发 就是白发 对 我就是白发 目前租房住 善偶 我女小生是隔离 是租的房子嘛 我租了三年的 国家的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 才治病的 把它卖掉了 她也教我老宝这一块 那你这房子租的是 是拿你那个老宝 从家的房子 我哪能够啊 我女儿和儿子 一套一份吧 李大姐二十年前 把家里的房子 卖了十一万 一部分用来教老宝 一部分用来 给老婆治病 她尿病导致的腐烂嘛 这两个膝盖下边都烂 连脚都烂 全是烂了 从这儿 哦 从膝盖往下 全烂 站起来都站不了 她有时候站不穩 啪去把我拽一下子呢 有时候那样 那也是地板 要是水泥地骨也摔死了 她要做沙发 我早上起来上班嘛 给她抱沙发 这样给她雷人腰带 我怕她睡着拽下来 我只能抱到床边 我这胳膊都走心了 我感觉你这好像比别人粗呢 哦 就这个地方不粗吗 这个地方狗 对 哎呀 两个都是这样 李大姐的丈夫 在大姐四十岁那年 查出了脑血栓和糖尿病 卧床七八年 到大姐六十七岁 她的丈夫突然疾病去世 在李大姐这二十七年的生活里 除了工作 就是照顾病重的丈夫 大姐每天都恨不得 把所有的时间都挤出来 献给家庭 我吃饭都吃不着 我喂她的时间 我说我们中午就休息一小时 我喂她的时间 没有吃饭时间 我们来回路过小麦店包库嘛 我进屋买两个包子 我拿着两个包子 手里都逼着跑车上 在车上吃饭 那男女士忌都说 哎 这个大姐天天在车上吃饭 是不是有点神经问题啊 你知道吗 我说我吃饭时间没有 只能在车上吃饭 你十多分钟到学校了吗 我说那樱长呢 我那爱人有病 我得把它喂好了 我才能吃饭 所有老伴连打工 我是159斤嘛 那吊的136斤嘛 十斤又多一坨呗 这一块呗 你现在一百二十斤 四五十斤肉吊起来 从老伴生病开始 大姐就没过过好日子 平常忙着打工和照顾老伴 挣的钱都用来给老伴看病 自己这些年 够是一件衣服 都舍不得买 我看咱这屋也没有衣柜上 好像就是 对 这有那个大皮箱 还有这小箱 是不是 对 我平时穿的衣服都在这呢 有孩子们给的 有咱家零的 因为我们有这笔自己买的 嗯 妈 那这么多年 我想想我老头从哪儿有病 我没买过衣服 四十多次都买过 你是就是不舍得花钱还是咋的呀 你这不是也有 自己也有一千块钱吐就行吗 我现在才涨到一千零七十 我过去几百块钱呢 姐 那你这个衣服啥的 有没有自己买的呀 青年春节嘛 我买的一件 你买的这是 嗯 八十块钱买一件 这个是自己买的 嗯 我没舍得错 嗯 就穿了一次 在中东买的 去了还把我丢了 我没去过商店 我这回要是有家了吧 我该穿了 我该漂亮漂亮 李大姐说啊 自从老伴生病以后 大姐每天的生活 好像都是围着老伴转 连属于她的衣服也没几件 现在老伴去世三年了 也该为了自己做出改变 一方面就是第一 首先身体好 第二呢 就工资俩 俩人够花就行了 我让我工资低 够花是指常识的呀 现在生活标准不都是 两千 三千以上 另外她对的富裁好不好 这是首先 那经常 她不有那个个儿吗 经常回家看看嘛 那你不需要她们钱财 物什么的 就回家看看 两个老人就行了 就儿女能做到 常回家看看就行 对 李大姐重感情 照顾生病的老爸27年 现在她享有一个温暖的家 赵大哥对家人那是1.1的好 那他们相亲以后 两人会走到一起吗 这衣服今天是普用的 今天是第二次 第二次床的 买那天到她的树下样 我穿试试 看看有没有她的效果好 我完蛋说 因为她穿比你效果好 我伤得还挺后悔的 今天相亲 把这衣服终于穿出来了 不然你这衣服下次穿 你啥时候 今天就是大日子 因为要去相亲 李大姐特意 把留着过年才穿的衣服 拿出来穿了 那这场 让李大姐满怀期待的相亲 到底会咋样呢 一楼行 你进去就能看着 一楼行 一楼行 住一楼吧 他干啥方便 对 住一楼方便的事 人家就能看见 对 主要是你那次上楼 他不方便 我给你看看 我出门了 你这就开心了呢 我听东西了 一楼行吧 好 来 进 进了姐 进我 来 谢谢 我给介绍一下 这个大哥姓赵 赵宏林大哥 对 这个姓李 李长生大姐 嗯 我守啥子 大哥你要自己介绍介绍 你今天多大 今天73 姐呢 我70 是 个人没有我哥 我那行现在不行 第一句话没有演员 啊 你觉得从个儿和长期上 没有什么演员 对 那怎么能过日子呢 根本不 我不相信演员 嗯 知道吗 啥说呢 就是在老科当中嘛 就是互相了解啊 嗯 就是能在一块儿过日子 能在一块儿过就行 各方面嘛 通过老科 嗯 多少能了解一些嘛 了解一些性格啊 还是这方面啊 对啊 是不是都能老说的嘛 那我不喜欢的 我连话我都不能说嘛 嗯 他一眼瞧着我漂亮 我一眼瞧他好看 这么注重演员这方面 那你说要是万一错过了 那个跟你其他方面 合格牌的人 咋整啊 嗯 以后肯定有这方面的喜事 肯定有心 我走在我心目中 好像有一个人当中了 郑金兰 家住四平 67岁 低保600元 住女儿的房子 你自己心里头想法是啥事的 你想找个啥事 哎呀 想找一个就是品德最好的 嗯 对我好的 诚实点的 是不是 嗯 尽量别打仗 我一样跟你 不打你家那个 那个鬼那姑姑 是不是 咱不能给人提那个事 没有用 今天这方面 一样打你三千块钱以上 你两千块钱 你俩还生活 生活不了 郑大姐找另一半 除了经济上 能支撑两人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对方必须品德好 虽然知道自己 想找个啥样的伴 不过郑大姐心里 还是没有主意 所以啊 想让自己的闺蜜 一起去看看 帮忙把把关 嗯 大伙分寸 嗯 我呢 只能给你做个参考 嗯 现在那个做决定 还是你自己 对 选了钱还是你自己 在郑大姐闺蜜的支持下 两人一起来到了长春 郑大姐决定 跟赵大哥见上一面 啊 我看着了 看着你了 姐可算照着你了 今天都没穿你耳上 冷不冷啊 没事 没事 我对妈妈 闺蜜呢 我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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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特地过来了 啊 她不吃一罐 她不得了就能来呀 哎呀 她要来她就不来了 是吗 那她说的事不来 那她绝对是 那家还有什么 挺好 姐你自己拿主意 然后这个姐 她只能帮你八八罐啊 行 那 准备到 准备水果了 啊 来 吃 这小区 这个地方 不见有那个长春公园 啊 啊 那边还有商场啊 附近干啥都挺棒的 挺好的 帅的 大哥一进去 估计还得惊讶的 咋一下子来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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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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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你好 你好 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哥介绍的相亲对象啊 你好 啊 后面还有一个大姐 我免得姓赵 啊 嗯 穿鞋上来呢行吧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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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帮大姐来看看 你也接受接受自己啊 我接受接受 我姓赵 叫啥呀 我姓赵 啊 好 叫啥呢 赵恒仁 握个手吧 好了 相似就是圆啊 对对对 好好好 他没看毛病 嗯嗯 这个外在也不知道就看健不健康吧 对啊 你别整个病啊 咋这个 好 哥是小了 嗯 腿还有点弯的臭 哪个都不行 那练一下半点的 我的妈呀 老年有的事没有他这么多 你起来了 为啥呀 你起来了 你起来了 为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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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个这么多呢 说话到说 以前是 公司旁边这个小女 才有啥 她的全都过日子了 说话到说 顶此时代 是那个正经发白的意思 就是过日子吧 了解完赵大哥的情况以后 郑大姐跟闺蜜都觉得 大哥的经济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以后过日子的话 经济上不用操心了 于是 郑大姐也主动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姑娘有病 病得挺重 完了不能上班的 我想这些人不能脱离孩子的 有阵地吧 现在的生活条件不行 不行 我那究竟 你说了没有 可以刷了壳的 有啥 你就不可以逼瞅着干什么 你 刷了壳 都习惯了 就说半个话就完事了 嗯 就是习惯 你看 你现在把那 师父大了 没有伴 文学生活也费 这样找个伴 这样找个伴 郑大姐倒是实在 刚见面没多久 就把自己的生活压力 交代得清清楚楚 本以为这一点 会让赵大哥心里不是滋味 但没想到的是 赵大哥这 反而因为郑大姐的直率 而对大姐更有好感了 你今天画的这么多了 那咱那改变改变了 嗯 你说她 已经到你了 没有经济来源 嗯 不是很实在吗 咋 你说大姐 从说这些 就能看上来她 真实在了 嗯 实在是好还是不好啊 你是感觉 对这个看法咋样 就是有 咱就是有啥说啥 闭门的椰子的 嗯 你之前不是像赵一个 又有双胞耳的吗 对啊 嗯 原来是呢 人家家一定把话说了 也没双胞耳 赵大哥说啊 郑大姐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她很喜欢 再过日子这方面 应该能合适 所以自己的要求也就放宽了 接下来 赵大哥更是主动 向大姐推荐起了自己 我从小到没有父母 所以说呢 就养成这种习惯 我就记住一句话 就是温柔走天下 就一样寸不担心 您说啥 骂你 咱不自声 骂你两句 她不能骂你第三句了吧 所以说呢 你骂我两句 你第三句就不能骂 你我也不自声 那你爹不妞妞怎么过日子 对不对 那咱不能委屈 你说的嘛 你看了 那什么意思 你来这么点心 那么点心 那能行 过日子俩人的事 不是一个人事 那个不行 你说大哥那样事呢 也是就是 啥都委屈自己 那可不行 赵大哥说 在为人处事上 他总是喜欢 用温和一点的方法 有啥事 退一步挺过去就好了 但大姐却说 大哥这个性格 要是过日子的话 一味地让步 就得委屈他自己 大哥又是个憋屈的性子 这样的话 两人要是在一块过日子 就不太合适 做个朋友 早是可以 这今儿穿少可真是的 那我不送你了 别送了 你就在这儿屋吧 好 好